我想其实我们不用花太多时间其实介绍我 我也没有什么好知道的 我想如果你们想知道的话 可以就是神舟 就是在美国有一个机构叫神舟China Soul 他们有路过我们的光碟 关于我们怎么蒙恩得救 怎么信主 怎么蒙昭 服侍 还有一套光碟 其实你们可以去到网上去看 都有的 可以在那里可以看到 所以可以省一些我们这些时间 因为可以看到的我们就自己去看就行了 我也是第一次来墨尔本 我很高兴 其实听你们很久了 但是有机会跟你们在一起分享 我觉得这机会挺宝贵的 不光是对你们 对我也很宝贵 其实我这几天在你们当中 我看到那么多弟兄姐妹 那么真的是默默的服侍 我很感恩 所以我也学很多 你们问对我是一个帮助 因为我愿意知道 我愿意知道说 每一个人在信仰的这个凌晨上 有什么样的挣扎 有什么样的思考 有什么样的问题 那对我们的牧养其实也非常有帮助 特别是对我们自己的生命成长 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我也很需要 很需要你们来帮忙 所以我想谁有什么问题 你们就可以现在就开始 那我先问第一个 我带大家问第一个 那冯牧师 请问您是怎样走上这个 牧会的这个道路 这就是一个大话题 说来话长的 其实呢 很多人问我们 说你怎么想起来 去做牧师的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 就是问得挺 一般人来说都是 你想做什么你才去做的 我就想告诉你们 真的是我什么都想过 我想过做医生 我想过做盖房子的 这个建筑工程师 我想过这个 做汽车司机 我也想过 我从小就想做司机 我甚至想做女飞行员 我都想过 我什么都想过 就没想过 我这辈子会做牧师 所以真的跟我想 跟我想做什么 没有关系 那我只能用一句话 我们自己的话讲说 就是神的恩典 带着我们走过来 那我们呢最初 其实也不懂了 什么叫蒙招 最初我们真的不懂 很像圣经里 那个萨姆尔 神招他的时候 神对他讲话的时候 他蒙叉叉的 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呢 第一次喊他 他去找以利 第二次喊他 他去找以利 所以最后以利告诉他说 童子啊 说耶和华神招你 如果他下次再喊你 你就自己亲自回答他 所以每次其实我看这段圣经的时候 somehow我就想到 很像我们自己 其实那时候 我们刚刚信主 对蒙招 对奉献 都不懂 其实不懂 那我怎么去神学院的呢 我是当时信主之后呢 我觉得 我得把这个基督信仰 弄弄清楚 我来美国就 因为我当时是 刘牧师病了 所以我就到美国来 那我没有想过留在美国 我今天在路上跟刘牧师来说 我说我这辈子 我没想过我会留在美国 我说我把我的这个 我们现在叫boss 其实是那时候 我们这个司法部的一个副部长 是他亲自批准我出来的 因为他知道我不愿意出去 我离不开家的 所以呢 他就说谁都会跑 他不会的 这个没想到 结果我出来就再也没回去 我觉得我害死他了 那不管怎么样 这都不是我们人的安排 那我当时就想说 我就一年的时间 来着这么短的时间 我居然就信了耶稣 当然我信耶稣的经历 我今天就不讲了 你们都可以去看 但当时我就在想说 如果我回去 我的朋友问你 为什么信耶稣 这个耶稣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为什么信基督信仰 基督信仰到底怎么回事 我觉得那个时候 我根本就说不出来 我虽然看了很多书 但是我没有办法很清楚的 完全的明白这一位神 你知道大陆来的知识分子 他不是说 因为不懂生命的时候 只在这里 所以呢 要想弄清神 你知道知识分子 会有找一个办法 干嘛 就去神学院嘛 对不对 你要想学经济 就去经济学院 你想学法律 去法学院 你要想弄清神 肯定是神学院嘛 对不对 所以神对我来说 是个专业 跟生命没关系 跟呼召没关系 只是说 这个神对我来说 是个专业 我要把神弄清楚 以至于我回去 跟我的朋友 跟我的这些周围的人 有个交代 要让他们知道清楚 为什么我要信 我是挺清楚的 我要是 那我觉得就是神的恩典 我们到了神学院以后 也就是说 其实我进神学院 跟呼召没有关系 我觉得都是神的恩典 我跟你讲句实在话 我入神学院都是个神迹 我申请完了 表格都递进去了 才看学校的那个 我们叫cat log 就是学校那个介绍 突然看到上面 它写着说 我申请的那个专业 叫MDIF 从来不接受 overseas student 也就是海外学生 从来不接受的 那我当时就傻眼了 我白申请了 我就是海外学生 等于是 那我当时想了半天 我想这怎么办呢 我就去 想了很久 那时候也不会祷告 就想了很久之后 我说我要找那个director 他那个主任 申请办公室主任 去谈一谈去 我的英文也不是那么好 但是呢 我胆子比较大 我就去跟他 make appointment 就去找他谈 我就说我大概 申请错表了 我说我申请的那个 那个学位呢 你们是从来不接受 overseas student 但是我也有一个问题 我不属于overseas student 他说为什么 他说你的签证是什么 我就跟他讲了 我说因为你上面说的是 overseas 我已经不 overseas 我已经不是海外了 我说 I'm in the seas 他坐在那里 想了想说 yeah that makes sense 所以呢 他就说我们以后应该改 所以你现在去看 耶鲁学生 他把它改了 是接受 international student 如果他写个international 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他偏偏写了个overseas 所以我说I'm not overseas I'm in the seas 所以呢 就这样子 那么他们这个 这个叫什么招生委员会 他们就开会特别通过了 我是一个特例 对人来说 这是一个 怎么说呀 偶然 那对我们信主人来说 我们都知道这是上帝的恩典 神的恩典给我们开了条路 所以我进入耶鲁神学院呢 开始学习 那么现在很多人说是装备 装备我们 然后出来服侍 但那个时候我没这个概念 只是说 我们在读神学院的过程当中 神呢 就拆了许多像以利这样子的圣徒 就来帮助我们 那我相信 我们很多人听过刘牧师 我先生 他在这边有过分享他的见证 那就在我们生命当中 最重要的一个人 就叫Bruce Bingham 其实我在家庭营的时候 也多提了一点点 提到他一点点 这位老宣教士呢 他是一个退休的宣教士 他是在三十年代的时候 去中国做宣教士 那后来抗战爆发之后呢 他们在中国待不下去 就被赶出去了 他们就跑到 开始到台湾 后来又到欧洲 总之他一生走了三十七个国家 也就是说他在三十七个国家 做宣教士 传福音 那么直到他的晚年 直到他的晚年 他就回到美国 退休了 因为他到晚年的时候 他的 所有的健康都没有了 所有的健康都没有了 他有四种很奇怪的疾病 也不是奇怪了 就是按人来说 很严重的疾病 第一他对这个麦类食品过敏 就是凡是有麦子的 做了的食品 什么面包啦 面条啦 所有这些麦类的食品 他都不可以吃 那你算一算 差不多所有的食品 他都不能吃 几乎没什么可以吃的了 所以他的基本食物 就是一种米花饼 就是一种米 那我们也 他也可以吃一些米饭 就是这些 所以呢 他很爱吃中国的米饭 炒豆腐 他很爱吃这个炒豆腐 所以呢 他的食物就是很有限 非常的有限 所以这是他的一种疾病 他第二种疾病呢 就是他中过风 他中过风 所以他说话呢 就很不像我们正常人 他就经常 说着说着话 他就卡在那地方 有的时候口水还出来 因为他的面部神经 已经都有一些问题了 所以这也是一个挺严重的病 还有呢 他的脊椎三节粘连 我们不知道我们这里 有没有做医生的 脊椎一节粘连 你都走不了路 如果这个腿动个小手术 还走不利落好久 他的脊椎三节粘连 所以他的整个的人 是这样子弯的 就是这个 这是他的后背 他人就是这样子 永远是这样子 弯着了 他后背非常非常的 那个就变形了 变形 所以他走路 几乎都不能走 他要拿着那个walker 拿着那个walker 这样子走 总之anyway 他就他有这种 很多就是这些 让人看来 就是非常不得了的病 是一个非常需要帮助的人 那他呢 就我们怎么认识他的呢 就是在我们在神学院 其实读书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我们的生命状态 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根基 说实在话 我们刚信主没多久 就进了神学院读书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家的刘牧师那时候 还在耶鲁法学院 等到他法学院结束之后 他也来神学院读书 他的故事是另一套了 我就不讲了 他到了神学院以后呢 他也有很多不愉快 看到很多学生啊 教授啊 总之我们有一些挫折了 加上我们生活当中 遇到了一些 就是说被人家冤枉的一些事情 你们可以去看见证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有点 怎么说有点沮丧 那刘牧师那个时候 就觉得我们当时 最大的一个困惑 就是说我们好不容易 从中国那个时候 六四之后 我们有很多的困扰 我们就好不容易脱开了 就觉得像出了虎口 怎么就又入了蓝窝了 那感觉 所以刘牧师说 他要好好想一想 因为在那个时候呢 我们有一个朋友 也就是也是个洋人 是刘牧师在中国的时候 认识的一个人 那个人呢 的父亲是在这个 哈佛那边 后来到了格大法学院 做院长 就希望刘牧师回去 还是回到 还是回去多法学博士 所以那个时候 就在考量当中 他要好好的考虑考虑 因为人比较理性的人 他需要三思而后行 所以就在这个时候 教会的牧师说 你既然 因为他就申请停学了 他要停一年 就在这个时候 牧师跟他说 说你既然最近 也不上学 也不读书 也没什么其他事做 他说 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你要不要去 他说什么事 他说有一个洋人 有一个老学人叫氏 他想找个人 教他中文 教他中文 说呢 他条件还挺高 什么条件呢 第一 必须是弟兄 你知道那个时候 确实在 我们那个年代 九十年代初的时候 信主的人不是很多 就是大陆背景 信主的人不是很多 弟兄就更少了 所以刘牧师 从一开始就是个宝 而且呢 他还说 不光是个弟兄 还必须去学人文科学的 那个时候 其实国家刚改革开放 出来的基本上 都是理工科的 所以学人文科学的 几乎没有 全耶鲁数了一遍 就刘牧师一个 够条件 也就是说 又是弟兄 又是学人文科学的 只有他符合条件 所以呢 就跟他说 你愿不愿意 那刘牧师就说 考虑一下可以吧 刚一答应 牧师就提条件 牧师说呢 就是跟你提个醒 你去了 不要有什么特别的 不要有什么特别的表情 就是说为什么 因为呢 这个人 你教的这个老人呢 他已经年龄很大了 八十多岁了 我跟刘牧师老 在这地方记不清楚 我说八十四岁 我记得八十岁 刘牧师说他才八十二 反正anyway 差不了多少 八十岁跟八十二 有什么分别吗 就两岁都八十多岁的人了 所以呢 他说这个老人家呢 有一些病 就把刚才我说那些病 牧师都讲了一遍 他的意思是说 当你见到他的时候 你不要有一些表情 就好像觉得特别惊讶 哇 你怎么这个样子 就希望我们不要表现出来 那我们就想 尤其是刘牧师 他这人想的比较多 他就想说 这人要我教中文 吃不能吃 走不能走 说不能说 这人心里不定得多阴暗 多歹毒 你说伺候这样的人 跟他教中文 我天哪 怪不得牧师得嘱咐嘱咐 所以呢 他就想 他面对的一个人 一定是一个非常苦毒 非常怎么说 郁闷的一个人 那我们第一次去 去见他 是我跟刘牧师一起去的 我就讲我们第一个感受 其实我们还没见到人 已经听到声了 已经听到声音了 什么声 就从那个门里面 你知道那个门缝 我们敲门的时候 从那个门缝里 就洒出一片笑声 真的就洒出一片笑声 你听那个笑声 跟那个人对不上 因为那个老人 今天我看我们在座的 没有一个人比他小 都比他大 他的size已经很小了 因为他就是人抽着 瘦极了瘦极 什么叫皮包的骨头 那真的叫皮包骨 所以你觉得 那么小的一个人 你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声音 这么大的能量 从那个门里就流出来了 笑得非常的爽朗 我们后面每次回想起 就想起他那个笑声的时候 到今天我们都怀念 有一种怎么说 我们说感染力 非常强烈的感染力 也就是说你心里 甭管多郁闷 你只要听他一笑 你心头的那个 那这叫什么头上的乌云 全部都散了 就这个 那才是真实 就是你会听到他的笑声 就像一个清洁剂一样 把你心上的所有的污秽 全部都给你洗干净了 就这种感觉 所以那是我们对他的第一印象 所以我们所期待 所想象的那种苦毒 那种郁闷 都没有 都不存在 所以他的太太 给我们一开门 他的太太Francis 也是80多岁的一个老人了 非常有风度 我们就没有想到 他第一句话就说的 您好 请进 地道的北京话 所以呢 我们后来隔了一段时间 我再去的时候 他还说 老没见了 您好 老没见了 所以地道的北京话 所以我那时候还在想 太太的国语讲这么好 干嘛要我们来教中文 当然了太太也是 很多年不讲中文了 所以就 怎么说 还是需要我们去的 那很奇怪 为什么他要学中文这件事 80多岁了 我们今天在座里 有多少人已经80岁以上的 我估计不太多 哇还真有 您还愿意学点外语吗 不想识了 我们当中50岁以上的 还想学外语的举手 说句实在话 我们一点觉得不make sense 你80多岁了 还要学中文 到底为什么 所以他呢 知道我们大概有这个困惑 所以第一件事就跟我们交代 说为什么我想学中文 所以他必须找一个 主内的信主的弟兄 否则这事讲不清楚 他就说 他的身体很不好 他不经常出门 他说有一天呢 司机拉着他出去 出门 偶尔的一次出门 他说他看到那个 就是我们那个城市 叫New Haven New Haven的城市的中心 他说从那路过的时候 他就看到好多年轻的 这个亚洲联孔 他就问 他说这些人都是从哪来的 他说呢 你不知道吧 他说中国改革开放了 所以来了好多中国的留学生 到耶鲁来学习了 所以他就听到了 他说是这样子 我们听到了呢 就是个新闻 中国人来了 鬼子来了 就这意思 我们顶多听那个新闻 但是他听呢 他就听到了呼召 所以今天我们在讲呼召的时候 我现在懂 当时我并不懂 对他来讲 他就听到了神的呼召 这是他对我们讲的 他说 我年轻的时候 可以到世界各地 去为主传福音 去跟所有的人讲 我跟耶稣基督的故事 他说现在我老了 我的健康没有了 我已经跑不动了 他说上帝对我真好 他说就把人带到我这来 继续的让我跟这些年轻人 讲上帝跟我的故事 耶稣基督跟我的故事 他说可是他说我想一想 我的中文已经很多年 不会了 不讲了 所以我都忘了 我需要有一个人 来帮助我恢复中文 我好继续地跟中国人讲 耶稣基督跟我的故事 上帝跟我的故事 让我们就是说 我们要传福音 这就是神对他一生当中 最后的一次呼召 要把他跟耶稣基督的故事 讲给中国人 你知道我们怎么想 我们就觉得这个人 真的是算不过账了 八十多岁了 你说你这辈子还能见几个中国人 就你这身体条件 对不对 按我们人来算 你还能见几个中国人 还不要说你还得花好几年 把这个中文得学会了 还能讲你的故事 所以我们就在想说 这人真的是挺奇怪的 但是你知道 不懂神的人就没有办法理解 只有懂得神的人 只有有了耶稣基督生命的人 才能明白 所以他的故事 其实是我们后面才明白的 最初我们也不是很明白 而且他经常 每次都提醒 提醒那个刘牧师 他叫做童苏 每次讲了两个人 他每次就把他的故事 用英文写出来 让刘牧师翻成中文 就一句一句地教 他这个故事怎么讲 用中文怎么讲 他就跟刘牧师说 他说 那时候童苏还不是牧师 他说童苏啊 你一定要提醒我 他说如果你看我学得太努力了 你就提醒我 我就是在用血气去学 他说你一定要提醒我 不要太努力 不要用我的血气去学中文 要怎么样 按照神的旨意 神让我怎么学 我就怎么学 不要用我的血气去学 那时候我们都不懂 什么叫血气 刘牧师回来跟我讲说 就这努力都学不了几个字 还说不努力学 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学 所以这就是当时我们的光景 那这些都不重要 这些都不重要 这些是什么 关键就是说 这是为什么而已 最重要的是接下来我们跟他生活的13个月 就是一年多一点点 每一次跟他在一起 你就每一次盼着去见他 并不是想去什么 因为他也不赚钱的 也不是说他退休的 宣教室也没有钱的 所以呢 也不是要去赚钱的 就是想跟他在一起 跟他在一起 因为他的故事呢 对我们听来说 其实有的时候想想也干巴巴的 有的时候也是蛮好玩 那个老人家很幽默的 他也有很多故事以后有机会讲 那不管怎么样 我们就是很盼着 喜欢跟他在一起 他身上有一种东西吸引我们 是我们过去从来没有 没有经历过 没有体会过的 很喜欢跟他在一起 而且他什么事 他轻易不出门 他出门准有事 准是能看 发现到其他人有需要 他就每次出门回来 他比谁都忙活 给市政厅打电话吧 同俗拉着我们到他们家来给祷告吧 然后说你可不可以跟那个谁谁谁讲一下吧 总之全是别人的事情 忙活得不得了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 看到一个非常非常奇特的生命 跟我们以往见过的人都不一样的一种生命状态 这个是让我们非常非常有感触 但是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一点一点的要去明白他 那他的故事太多了 我没有办法今天讲 我只讲 就举一个例子 他对生命的热爱 你知道 长期病痛的人 你知道什么叫痛不欲生 很多时候我们因为病痛的折磨 都不想活了 有些基督徒会说 求神早点接我回天家吧 省得我遭罪 有些人是这个样子 我不知道这样的态度 是不是应该 我想应该不是的 神是教会我们怎么样面对喜乐的 面对人生 但是我从来没有看到他抱怨过 从来没有说求神赶紧把我接走 从来没有过 而且不仅如此 他的所有的生命状态都跟感恩有关 而且珍惜生命热爱生命 那种热爱我从来没见过 一个人对生命是那么样的热爱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不知道墨尔本这边中国餐馆怎么样 是不是很多 反正我知道在纽约 在加州 最好的中国餐馆 我们都尝遍了 吃到最后都没味觉了 我们每次同工会结束之后 大家说一起出去吃个饭吧 说好啊 说去哪啊 这个说 那边有一个新的西安馆子 去那去 然后那不好吃 那不好吃 那哪呢 那边有个西西上海的馆子 那也不好 那特别油 然后说那天津有一个天津馆子 哎不好吃 总之你会听到各种各样说 不好吃 不好吃 几乎没什么好吃的了 因为什么 吃太多了 吃太多了 可是你知道这个Bruce 他叫Bruce Binkham 他每次吃米花饼 干巴巴的 没有任何味道 那是他的snack 每次他们学中文 中间要take a break 你知道就这学法 还要take a break take a break 的时候就是喝半杯 这个苹果汁 而且那苹果汁呢 是一点点苹果汁 对上很多的水 有一点点味道 然后呢 就吃这个米花饼 哦 这个老先生啊 每次吃米花饼 童俗每次都跟我说 或者 这个Bruce吃米花饼 特邪乎 我说怎么呢 这北京话叫特邪乎 就是动静特别大 他说 你就别看他 你只要听那动静 你以为他吃烤鸭呢 香得不得了 你睁眼一看 就碰完有什么好吃的 可是你听他那动静 哇 吃一口 我们叫北京人讲话 那个嘴巴 那个声音好大的 别急别急的 然后还说 感谢赞美主啊 吃给我们这么好吃的东西 他说你不看见他的话 你以为他吃什么好东西呢 他说你看见了以后 你觉得很不可思议 所以我就在想说 我们今天的人 要吃什么样的东西 才能满足我们 味觉的这种感官享受 已经好像都没有了 吃腻了 那家馆子不好 这家馆子不好 天天都是不好 可是它就是一个 简单的米花饼 它就带着感温的心 永远觉得这是世界上 最好吃的东西 那真的人生是不一样的 真的是不一样的 那同样 我们常常 什么到处旅游 到处去玩 要有各种各样的感官刺激 现在年轻人 我知道经常去什么叫什么 那时候KTV 什么到里面去 什么还有一个什么什么 跳舞的地方叫什么 滴巴叫什么 蹦迪 都是现在的词 叫蹦迪 到里面去蹦啊蹦啊 那个里面又吵又闹 为什么 因为如果不那么吵 不那么闹 都没有办法刺激起你 那种感官 你都害不起来 对不对 你知道这位老先生 有一年 我记得那一年 这个New Haven那边的雪 我没见过那么大的雪 那一年雪多极了 一个冬天都不能够出房间 就没有出去过 好不容易到了春天 春天来了 雪呢开始有点花了 然后呢 那天天气非常非常的好 那彤苏就跟他说 跟我们说 今天天气好 我们陪他出去走一走 其实所谓出去走一走 就是下楼 在那个院子里站一会儿 就叫走一走 所以我们就出来了 出来以后阳光非常好 然后我们就觉得 站站西角新鲜空气就完了 他眼里总有东西 他眼里总有东西 他就看到在这个 永道的边边上 就那个雪地当中 就露出了几朵什么 就是我们叫那种早春开的花 我管的叫犹太人花 在纽英格兰地区 有一种春天的花 是五角星的 黄颜色的 你知道那个犹太人 当年被那个二战的时候 被抓走 被盗盗集中营 每个人身上不都有一个 黄的星吗 黄的五角星吗 那个花就有点像 所以我叫不上来 我叫做犹太人花 那种花 永远是纽英格兰地区 最早开的迎春的花 就被他看见了 我们一点都没看见 他就一眼就看见那些花 你知道他走路要用walker 可以说他是奔过去 奔跑过去 过去干嘛呢 就开始跟那些花说话 哎呀 我好朋友啊 你们好不好啊 OK Hi my friends How are you 就跟那些花就开始聊了 就聊上了 冬天过得好不好 冷吧 太冷啊 终于你们现在可以出来了 我也好久没出来了 我过得很好 你们好不好 你知道哈 很多年以后 我常常在想哈 如果你从那里经过 你并不知道这老人 你觉得他会是怎么样 神经病 你看老人都知道了 闷的 在家里实在没有人 跟他讲话 闷坏了 直对着花讲 或者是怎么样呢 脑子坏掉了 一定是神经病 不正常的 但我们知道他不是 他很正常 他也不闷 但是我们知道 他是那么样的热爱生命 哪怕神所赐的路边的 极朵野花 对他来说 他都可以用他整个的生命 投进去欣赏 能够跟花朵交流 对他来说 我们看花就是个花 对他来说 花是有生命的 是上帝的造物 所以他能够跟花对话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 对生命是那么样的热爱 那么样的投入 我就在想 今天有多少颜色 都不能够吸引我们的眼球 可是就这么几朵野花 他就能够全身心的 投入在其中 跟花朵交流 跟花朵谈话 很多年以后 我每次想到 那幅图画 我都能想到 有的时候真的是会流眼泪 一个那么热爱生命的人 我从来没有遇见过 我相信真的 什么叫做 有耶稣基督的 新乡的这种生命 我就在他身上 真的看到 我真的看到 一个跟所有人 都不一样的生命 我们很羡慕 我们很羡慕 我们很羡慕说 如果我们也能活得 像布鲁斯这样的话 我们就心满意足 真的是盼望 心里非常的羡慕 巴不得 我们也能像他 这样的生活 所以跟他经历的这13个月 那是我们真正 懂得什么叫 耶稣基督生命 懂得说 重生是怎样一回事 以前我们不过是 这里想通了 但是就是因为 跟他亲身的 经历了这13个月 我们真的看到 耶稣基督的生命 借着他的生命样式 彰显出来 那么我们知道说 我们也愿意要这样子 我们也愿意有这样子的生活 这样子的生命状态 那怎么样去走上了这个牧养的道路呢 跟他非常的有关系 如果没有他们夫妇 我今天不会坐在这里 有一阵子我们在学校里呢 遇到一点麻烦 就是被人家冤枉了 那个时候啊 你知道我们心情 因为信主时间也不是很长 被人冤枉的时候就非常的愤怒 而且还是在神学院里被人冤枉了 就更愤怒了 所以呢 就不想学了 就想说 算了 说这个 这个 总之过去以前不怎么地 这儿也不怎么地 都差不多 说不好听 天下乌鸦一般黑 只不过那个 原来的土鸦 现在是羊鸦 总之都不好 我们就 那个时候有点泄气 有点泄气 那时候就想说 要不然我们就 就算了 退了 就quit 不读了 有一次我们就跟这个 Bruce在闲谈当中 其实是很无意的 就提到说 我们也许考虑说 我们就 就quit了 不想读了 我们也没有讲 特别多具体的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那他就很忧虑 他也不说很忧 就很焦急 为我们担心 他就说 我可不可以知道 你们为什么不想 继续在神学院读了 那彤苏后来就跟他 讲了一些 不太愉快的事情 发生 然后他就说 我很遗憾 我所发生的一切 都感到非常的遗憾 但是我愿意为你们祷告 他说我愿意为你们祷告 所以呢 他说 你们先不要着急 他说我们要跟上帝去祷告 那我们也没太介意 你愿意祷告 你祷告吧 其实我们也没有 把他说的话那么看重 但是我今天非常非常感情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那么 那么注重弟兄姐妹们 一定不能放弃 祷告的生活 因为神真的是 听祷告的神 所以呢 他就说 我会为你们祷告 我们也没那么在意 他祷告能怎么样 结果 有一天早上 很早 很早 你知道学生都是睡得很晚 起得也很晚 所以我们就 很早 他就打了电话 那个电话就不停地响 那时候还没有answer machine 所以那个电话就不停地响 我就抓起了电话 我们两个电话 里面一个 外面一个 我在外面 我抓起一个电话 我就一听 他就很急切地 很急切地在那边说 说 我要跟童树讲话 我要跟童树讲话 就找童树 我就喊 童树你接电话 童树 晕头转向地把电话也抓起来 然后呢 就听 Bruce在 另一边 就讲了后面的话 这句话 对我们一生 对我们能够来服侍主 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这就是那天 我在家庭营 跟大家分享的 他就说 我跟Francis昨天晚上 为你们两个人 祷告了一夜 你知道哈 八十多岁的老人 为我们两个 让我们的 我们北京人讲话 为两个那么不靠谱的人 祷告了一夜 他说上帝清清楚楚地 对我们说 他说将来啊 他说神呀 要用你们 说将来呀 要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 他说 Thousands of thousands of Chinese 他说要成千上万的中国人 要因为你们归向他 你们不能够quit 他说你们不能辞掉 你们不可以辞 他说因为上帝要用你们 听见了吗 Are you listening 一直问我们 Are you listening God will use you 一直说 一直说 上帝要用你们 我们两个真的有点莫名其妙 我当时就是那样想 神用不用我们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那些中国人信不信主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在电话里不停地讲 不放电话 我只有一个心思 你赶紧讲完了 我挂了 我好接着睡 但是他就不停地讲 他说我跟Francis 昨天祷告了一夜 神清楚地跟我们讲 就是这件事 你要promise me 他说你promise me 你不可以 不可以退 不可以quit 那童苏我以为他就是一个应付而已 说yeah I promise 就简单的一句 yeah I promise 他说yeah you do right you promise right 使劲问 说你保证 不要亏 因为上帝要用你 将来会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 因着你们归向他 你们不可以退 你们不可以辞 童苏就是这样一答应完了之后 他就很放心地把电话挂了 我也把电话就挂下 我知道说我可以继续睡觉了 可是过了些日子 我就跟童苏说 你不是说quit吗 咱们什么时候quit呀到底 因为这个事就过去了 对我来说 童苏说 我不是答应了吗 我答应什么 他说promise is a promise 他说你知道什么叫promise吗 在英文当中 你promise了就是不可以再改的 你答应了你就得做 这就叫promise 否则的话你就不可以promise 我说你还真的 你不辞了 你不退了 他就说yeah 因为我们已经promise 就是这么简简的 单单的一个承诺 你知道啊 童苏是一个比较 做人上还不要说在主里面 其实他做人也是个比较守信的人 所以他在主里面 他更认为说我既然答应了 我再不高兴 我也要take我的promise 就是这样简单的一件事 那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知道我那天也讲了 在我这个暗幕典礼的时候 我是95年95年毕业的时候 那那一年呢 就是童苏的爸爸跟这个bruce 是同一个月 同一个月过世的 那他爸爸过世之后 童苏就回到中国去奔丧 回来呢 其实就是我的暗幕典礼 那我就 我们就打电话 给这个bruce他们 就邀请他们来参加 我的暗幕典礼 那那一天我们就打电话 童苏打电话的时候 就没有人接 我们就想 他们家从来没有人不接电话的 因为他根本不出去 所以那一天没有人接 我们就觉得很奇怪 到了下午 那Francis就接电话 他的太太 那我们就说 我十月十月十五号 我要暗幕典礼 我们期望说你们能来 因为我们第一句话 我就问了 我说你们都好吗 他说呀 we are fine 记住啊 we are fine 那我就放心了 那就他们两个都没问题 那我就说 我要暗幕典礼了 希望你们夫妇一起来参加 他就说 他说是这样子 然后他就说 我有一个好消息 也有一个坏消息 你想先听哪一个 你从他的声音里 你听不出来他们家发生任何事情 很平淡很平常 然后呢 那童苏 童苏讲过这句话 他说中国人 都是什么 这个先苦后甜 就说 那就 先甜后苦 先讲好消息 他说呢 好消息呢 就是今天下午 Bruce呢 已经回到天家了 神已经把他接走了 你觉得对中国人来说 这是好消息 还是坏消息 对我们来说 就是晴天霹雳 没想到就 刚才不是说 We are fine吗 怎么这么一会儿 他告诉我说 Bruce已经走了 我们都不能想象 就是怎么会 怎么会这个样子 然后呢 他说的坏消息呢 就是说 非常的遗憾 君丽 你的暗幕典礼呢 Bruce没有办法去亲自 就是说 像跟我一起 像这样子被邀请 参加你的这个暗幕典礼 那我那天真的是我们很沮丧 那我记得那天童苏 觉得非常非常的遗憾的一件事 就觉得 为什么Bruce不能再多停两天 也就是说 他多停两天 我们还能见他最后一面 因为他去奔丧了 回来就发生这事了 对他来说呢 也就是说 他自己的亲生父亲 和他在邻里的父亲 好像同时都走了 所以对他来说 是一个挺大的一个遗憾 那直到我们后面 也就是说 我们真的懂了 懂得什么叫永生的时候 我们这个遗憾才没有了 因为对他 对我们今天 我们已经在永恒的系列当中 我们知道说 其实谁都不在乎这一两天 谁都不在乎这一两个月甚至 其实在世上的最后这一面 见不见都不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 有一天我们还会怎么样 再相见 所以对Bruce来说 他也不苛求再多等这一阵子 所以呢 他已经是平平安安的 高高兴兴的 他说了 我像一个圣诞节前的小男孩 心里充满了欣喜 他已经知道他要得冠冕 他要回到父的天家 去得他的冠冕去了 所以我就记得在 在我的暗幕典礼的时候 Francis来参加我的暗幕典礼 等到所有的人都散去吃点心的时候 Francis把我叫住 我们两个人留在那个房间里 那个会堂里 他就说 他说君丽 他说 真的我告诉你 今天最高兴的是Bruce 他也在这 他来了 你知道吗 我说我知道 他说 He is somewhere in this room 他说他就在这个房间里 什么地方 我们看不见他 但他看得见我们 他说 他是最高兴的 他是最高兴的 他说你知道为什么 他就跟我讲了下面的话 他说 因为 他说传福音的这个棒子 这个接力棒 这个棒子 终于传到你们中国人手里了 终于传到你们中国人手里了 从今以后 记得 以利说了 下一次 耶和华神再呼召你 你自己亲自回应他 他就说 从今以后 你要开始接这个棒子 向你们中国人传福音了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后来就走上了 这个服事的道路 做了牧者 做了传道人 我越来越多的 在这个各地到处传讲着 Bruce Bingham的故事的时候 我越来越明白 什么叫做永恒 我们算计说一个八十多岁的人 学完了中文 再去跟中国人传福音 你就从时间上算都来不及 但是他不管 神对他的呼召非常清楚 我只做我这一份 我只做我当做的 虽然我们两个 我跟刘牧师 我们两个人 是Bruce这一生当中 最后见到的两个中国人 可是神给他的呼召 是要把他跟上帝的故事 传给什么 给那些中国人讲 在人看来已经来不及了 可是我相信 在今天的世界上 成千上万的中国人 都听过Bruce的故事 他跟耶稣基督的故事 很多中国人 成千上万的中国人 都已经听过他的故事了 所以在我们人看来 人有人的算计 但是神的算计 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怎么样听上帝的呼召 在我们人看来 这就是个新闻而已 可是在他看来 他知道 这是神给他的呼召 神爱他 给他最后一次 服侍他的机会 他只是跟我们相处了 十三个月 可是他跟耶稣基督的故事 使得成千上万的中国人 因为他的生命见证 归向了神 是非常宝贵的 所以我越多的服侍 越久的服侍 越多的到处世界各地 传讲着 耶稣基督的故事 我就越来越明白 他的祷告有多重要 他说 上帝要用你们 将来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 要因着你们归向他 我才明白说 这就是神对我们的呼召 借着这位老以利 把神的呼召告诉我们 让我们清楚地知道 这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路 不是我们选择的 就像约翰福音说的 约翰一书说的 不是我们怎么样寻找神 而是神寻找我们 不是我们先爱他 乃是神先爱我们 所以我这条路 也不是我自己寻找要走的 乃是神为我们预备的 所以很多人问我们说 你好好的律师不做 为什么想起做牧师了 我从来想 什么都想不起来做牧师 完完全全是上帝的恩典 所以今天早上有一首歌 叫恩典之路 我很喜欢这首歌 我每次想 我唱一首歌的时候 我就想起 我这一生 后半生所走的这条路 真的是恩典之路 每一个脚印都踩在恩典当中 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 没有神差遣的这个Bruce 这位老天使 这位神的使者的话 我今天真的不会坐在这里 所以今天我们能够聚在这里 今天你们能够在这里 听他的故事 都不是偶然 都不是偶然 都是上帝的恩典 所以这算是长话 也没太短说 这是我们怎么样 真正的走这条路的 一个最基本的过程 就是这样子